十二生肖 在早年的时候 中国人啊 近年并不是用十二生肖的 后来 天天为了更方便的管理人间 决定用十二生肖 作为近年的方式生意 但到底该用哪十二种动物 来作为十二生肖呢 为此 天地就向许多种动物发送了一个通知 要求它们都到街上来开会 那时候啊 猫和老鼠并不像现在这样 水火不相容 而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猫和鼠啊 接到开会的通知以后 都十分的高兴 因为它们知道 并不是所有的动物都成为了 都有成为这次生肖大会代表的机会了 猫平时睡懒觉 它怕到时睡过了头 就在要上天开会的前一天 就找到老鼠 打招呼 说 鼠兄啊 你知道我平时就爱睡个奶酱 明天开会出发的时候 麻烦你前来叫我一声 我怕万一睡过了头 老鼠啊拍着胸脯 一口答应 没问题 明天我叫你就是了 你就放心的睡吧 可是第二天一大早 鼠起床之后 去静止向村上跑去 独自去参加生肖代表大会的 走过猫的门前时 它没有任何反应 而这个时候 猫还在放心的睡大觉呢 与此同时 住在水潭里的龙 也准备去参加生肖代表大会 龙那时候 还不像后来那样 头上有脚 当时啊 它头上啊 光秃秃的 龙对着水面 照着自己的模样 认为自己长得还 不算不错 粗大 威猛 几近十二身下行列 看来问题是 不大 大美中不足 就是缺了一对脚 龙想来想来 决定找公鸡 借一下他的脚 那时候呀 公鸡是有脚的 龙高声招呼公鸡 鸡兄 鸡兄 我要去进行十二身孝 身孝 想起你帮个忙 好不好 公鸡就问 什么事啊 只要我能办到的 一定帮你 龙就告诉公鸡 他想借一下公鸡的脚 公鸡抱歉的时候 这恐怕不行 因为我也要去参加 谁叫大会呢 龙幼却说道 鸡兄 你的头太小了 戴上这么大一对脚 看上去很不协调 实在太不乡称了 还不如借给我 这样一来 你更漂亮了 我也更威风了 这两圈其美的事 有什么不好的呢 公鸡有点犹豫 就沉吟着 没说话 这是一只蜈蜈蜈出的陈面 这是个爱管闲事的手 他听了龙和公鸡的对话 插嘴说 鸡兄 你就把你的脚 这个龙兄吧 龙兄说的很有道理 要不然 就让我替龙兄 做个担保吧 龙鸡这下就把顾虑 全给打消了 将自己的脚 借给了龙 同时也要求 龙公做担保 开完生肖代表大会之后 龙必须按时 将脚还给龙鸡 就这样 生肖代表大会 就在天空 浓重的召开了 各种动物代表 先后赶到 那时候啊 那只对于朋友 过分信任的猫 还在家里 呼呼睡大觉呢 天地首先讲的话 指出十二生肖的 重要性和必要性 接着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宣布 通过各方面的调查和协调 在考虑各种因素的基础上 决定选出牛 猫 马 羊 狗 猪 猴 鸡 兔 鼠 蛇 龙 虎 等十二种动物为生肖 十二生肖选出之后 争论的最激烈的 就是决定十二生肖的 先后顺序了 尤其是十二生肖 到底由谁来打头 十二种动物更是真的不可开交 天地出来调情 说 你们十二种动物里 牛最大 我看就有牛 打头吧 这一体业 大多数动物都赞成 连老虎呢 也没有说什么 可意想不到的就是 小小的老鼠 竟然坚决反对 它的理由是 我可比牛大多了 动物窝们笑着起来 老鼠这么想 哪里能和牛相比呢 它是不是疯了呀 可老鼠却说 每次人们在看到我的时候 总会说 哎呀 好大的老鼠啊 可从来没有人看到牛的时候就说 哎呀 好大的牛 由此可见 我比牛大得多 天地给弄糊涂了 同时也觉得 老鼠说的有一定的道理 于是 天地就带了十二种动物 到人间来感激 看看真实情况 是不是如老鼠所说 事情果真如同 老鼠说的一样 当牛 在街上走过时 没有任何一个人 发出言语 大家都熟视无睹 这时 老鼠得意牙牙的走了出来 感激的人一看 都吃惊的大叫起来 看啊 好大的老鼠 天地和动物们都听到 也看到了眼前这一幕 没有办法 天地只好宣布 那就由老鼠来做 十二生肖之手吧 而牛呢 则屈居第二位 老鼠啊 用异谋 获得了十二生肖的守卫 得意非凡地 从天上 回到了人间 当它从猫门口 经过的时候呀 可怜的猫 才从睡梦中醒过来 它看到老鼠就问 鼠兄 你今天没来叫我 你今天没来叫我 是不是会议改期了呀 老鼠傲慢地说 你还在做梦吧 十二生肖大会早开过了 我就是十二生肖之手 以后可要对我客气呀 猫又惊又怒 我们不是约好了 去的时候 你要叫我吗 你为什么失约呢 老鼠说啊 我不小心就忘记了 猫大怒 怎么可能会忘记了 你上天的时候 非得经过我的门口啊 老鼠说 不叫你 总有不叫你的理由 我为什么 非要给自己 增加一个竞争对手 我总不会跟自己过不去吧 猫这下子全明白了 它再也不想和老鼠理论了 而是用行动带去语言 呼的一下 猫向老鼠扑了过去 想要将它咬死 从那以后 猫和老鼠成了死对头 世世代代都如此 再说 公鸡虽然也挤进了十二生肖 但名字却排在了龙的后面 它认为 这一结果 肯利和龙借走了自己的脚有关 就去找龙 打算把脚要回来 龙在十二生肖中的排名比较靠前 心里很高兴 在水潭里游来游去的 公鸡就对龙说 龙兄 生肖大会开晚了 你也进了十二生肖 请把我的脚还给我吧 龙哪里还想将那堆漂亮的脚 再拿出来呢 他推回这说 鸡兄 我不是说过吗 你不用脚 更漂亮 更威风的多 这堆脚 不如就送给小弟吧 公鸡当然不肯 并且有些生气 龙兄 我们可多得手心啊 请你快快把它还给我吧 龙无言以对 好一会儿才说 我累了 想回家睡觉了 这件事 我看我们 还是以后再早时间 坐下来慢慢研究吧 说完 龙一白尾沉入水里 不见了 公鸡在岸上 气得大喊大叫 可龙再也不肯露出水面 公鸡骂了一阵 想起蜈蜈曾经为这件事做担保 就跑去找蜈蜈 公鸡叫龙不肯还脚的事 向蜈蜈说了一遍 最后 公鸡说 蜈蜈蜈 我是看在你的面子上 才答应借脚给龙的 可他现在却不肯还给我了 你作为担保人 这件事你总得想点办法 不能袖手盘光 吴公说 我想龙兄 肯定会还你的 只是个时间问题而已 你就耐心的等上一段时间吧 等他不喜欢带你的脚 肯定就还你啦 公鸡着急了 那他一辈子都没有不喜欢 那我岂不是要等一辈子了 吴公怂怂肩 那也没办法的是 你知道龙住在水里 我也没有办法去找他 公鸡说 可当时是你自己撤出来 要给他担保的呀 吴公说 鸡兄 话可不能这么说 当初你借交给龙兄 没人逼你 是你自己自愿的呀 我不过是象征性的担个宝罢了 那能出什么责任呢 公鸡火冒三掌 他压住伙计问 那你说怎么办 难道就这么玩了 蜈蚣慢条思理的说 我看你还是自认倒霉吧 就当时交血费了 公鸡再也忍不住了 他大叫一声 一口向蜈蚣啄去 拉坚硬的慧 立刻将蜈蚣啄得血肉模糊 从此 公鸡只要看到蜈蚣 一定会吃掉耳后快 也是从那时起 公鸡天边早上 很早就起来 四处寻找龙 一边找 一边大声叫 龙哥哥 脚还我 龙哥哥 脚还我 刚才来给大家讲 十二十